杭州渔航的小沈说自己去理发店烫了个头发 被店家告知老板换了之前的卡不能用 可他卡里还有1600块钱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沈说去年他在渔航林平这家静兴养生护肤造型店里 花了3000多块钱办了一张会员卡 现在这家店店招没有换 给他做头发的发型师也是原来的那一位 价格单也是之前的 但是老板换过了 我是跟他们发型师先联系好 说以前的卡能不能用 因为我知道他们老板换了 他昨天跟我说老卡是可以用 然后又给我看了那个老的价格本 那我就是正常想就是用以前的卡去消费嘛 等我再做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再过来跟我说说以前卡不能用 小沈说最后他用朋友的卡花了760块钱 做了现在这个发型 但是老卡里面还剩下1600多块钱 现在该怎么处理呢 现场一位马店长说 店老板换了 他是现在这个老板派来管理这家店的 原先那家店还有其他分店 小沈可以去分店消费 他那个店在东南还有家店 你要用你都去搭东南去用 那家叫什么 那家店 那家用品轩 他品轩的卡呀 老板的话换了有一个多月了呀 有一个多月了 对啊 老板换之前这里是叫进行还是叫品轩呢 这里叫进行啊 现在也叫进行 现在不叫进行 现在叫法学呀 马上要换了呀 现在这家店无论招牌还是店内的价格单 都写着静心美容美发的字样 但店内的营业执照上 店名叫杭州渔航区南运街道 发际立发店 小沈说 现在他找不到实体卡片了 之前这家店也换过老板 他手机里留有当时转卡时的照片 票面上写着品轩护肤造型 静心美容美发店 在店门口 小沈见到了给他做发型的发型师 早开没关 早开没关 来得起关 老板就关来 他说之前打电话问你卡能不能用 你跟他说卡可以用的 他说之前是可以的 那时候我还没回来上班的嘛 我昨天才回来上班 我跟你说 这个家店留下了一个发型师 他是跟他认识的发型师 他之前走了 然后的话 他又后来的话又来这里上班了 马店长还是建议小沈去找杭州东站附近的那家品轩力发店 就这家是吧 嗯 你确实也在东站过去一点盆不接到 对啊 我又没说错 你确定是他们家 我只知道他在东站那边有一家店 收到了 那就是这家店 按照马店长给出的地址 记者找到了杭州新唐路638号 这里的确有一家品轩美容美发店 但店门已经锁上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 店里面一团乱 看起来不像是还在营业的样子 店门口也没有贴任何的告示 也没有留电话号码 那品轩那边老板的联系人或那些有吗 联系方式 有我找到他亲我钱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我已经该告诉你的 已经告诉你的 你品轩的卡 已经告诉你品轩在什么位置的 我还要需要跟你合适什么 最后 小沈把问题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一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カ rubber 说支援